文字允的這個部分 在我們這個第二個單元裡面 有免費線上服務裡面 你可以找到好幾個 那要哪一個好 其實各有優缺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 最簡單的如果你要找中文的 你可以找這一個 這個是線上中文的 好進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 直接連過去就好了 你有幾種選擇 一種是你自己輸入的文字 另外呢是你給它一個網址 好給它一個網址 它就可以把你產生出來 好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看你的來源是哪邊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的 就自己複製貼上也可以 好看你要的字 那假設我現在先用 它裡面的內容 把它開始 那它就開始去抓囉 有沒有就產生了 對不對 這種事情千萬不要想自己打 很累 好 那顏色不喜歡 換一個 只是它有 這個 網站最大的缺點就是 你不能自己挑啊 所以自己挑就是說 這些顏色啊 形狀啊 就是它內建的那些 那如果你覺得 這些內容有些不太適合了 你可以從這邊去把它拿掉 有沒有 哪些不要的你就把它拿掉 看你要剩下多少個 隨便你 它會重新再排一次 這樣了解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從這邊下載下來 好 那這是第一種 最簡單的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其實還有線上的 這裡有一個 這裡 這一個呢是資源中文的 不過 因為它用的是 一個微軟比較特殊的技術 叫SleeveLight 我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人有聽過這個 有嗎 微軟的SleeveLight 但是有一個你一定聽過 叫Flash 因為微軟 以前看到Flash那麼紅 它也想來一個 所以它也制定了一個標準 可是呢 用的比較少啦 用的比較少 所以說 如果說你要用這個網站的話呢 它必須要安裝 而且你要用IE才行 用IE 包括你現在用果壺啦 Google Chrome 或者是那個蘋果的Sub3 都不行 這個部分目前是只有那個 誒 FiveFive好像還可以啦 火鍋好像還可以 所以 如果說像這個網站的話 我就會把它 在這邊打開 在這邊打開來用這樣子 好 你看我在這邊 好 那這個網站我喜歡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 它可以輸出大尺寸的 所以 比較符合我們 就是說 萬一你要做的是 海報比較大尺寸 那 它可以做大尺寸 你看 如果萬一像我這台電腦沒有安裝 它就會告訴你要安裝 有沒有 要安裝這個 這個服務 所以 這個部分 哇 現在這個我可能就 沒辦法讓你看得到 然後 倒入 從這邊倒入 然後你就可以去裝起來 好 那既然這個不能看 我就只好先看另外一個啦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是指支援英文字的部分 但是呢你可以像這樣 就直接 打你要的英文字進去 或者是你給它一個網址 比如說我想要找 好 那你就給它網址 它就去那個網站去幫你找 好去幫你找 好 我從這邊把那個網址 給它 收縮 沒有 好 好 這邊 我不要把它開扔在裡面 可以 好 自己的 沒有嗎 有點奇怪 怎麼會沒有 好吧 看起來 無緣讓大家看到 哇 糟糕了 好 我可能這個部分 目前 現在沒辦法直接用給各位看 不過原則上 各位你可以參考一下 能夠線上產生的這些 其實也還不錯 也還不錯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會有那種 這種就是 文字組合的需求 好的 那 這裡我就先提 我們是 可以 我們